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任务的分配 在我们的帮扶工作当中 我们目前碰到两个困难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接龙村 也是我们的一个深度贫困村 目前我们是想以辣椒为主 扶贫干部在过程当中 还是碰到一些阻力 第二个任务就是我们的一个下家沟村 宝塔花跟紫花菜 这两个新的品种目前有点滞销 新品种还滞销 那我倒是要去看一看 对 我要看看到底因为什么滞销 那我们就这样分成两组 好 我给你们介绍我们的两位干部 好 这位是我们接龙村的第一书记陈仁松 这位是我们下家沟村的帮扶干部 我们的和侠 大家好 小伙伴 您好 您好 经过一番商讨 四位工艺大使决定兵分两路 宁静金汉组跟随扶贫干部陈仁松 前往接龙村 组织村民加入到规模化的蔬菜种植 陈仁和耿正松组将跟随扶贫干部 和侠前往下家沟村 了解新品种蔬菜发展的产业困局 您是怎么来看待周书记这样一个外来的 就是这种园前的这种干部 我们这个地方对他们这类似的园前干部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需要他们来带动我们 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也非常欢迎周书记 但是书记呢 有时候他也会发脾气 他也会发脾气 他就我们这个地方空气 土壤 这些都比较适应这个辣椒的种植 种出来的辣椒呢 这个品质也很好 周书记呢 就非常想把我们这个倒蒸的辣椒推出去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滞后了 整体工作滞后了 我们下了 下了 好嘞 很好 太好闻了 空气 不行 我要先张开我的双肺 这块地为什么慌起来呢 其实这种料荒的地很多的 我们这个地方 真的吗 地这么金贵 为什么这个地方都慌着呀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啊 他们就是传统的这种百菜 都是种来自己吃的 赚不了钱 所以说他们都外出工去了 都是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让他们把这个地利用起来 把它种上辣椒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必须有 我想我们先开一个动员会 就把大家集中来 全集中 广播吧 对 广播 广播 希望大家来支持 协助复品干部在一起呢 到了未来的一种 创业发展的方向 所以今天下午请大家一定要过来开开会 在街龙村童子平祖门口召开辣椒育苗动员大会 记住是今天下午三点 我和金函和陈书记在这地方等大家 那么人怎么都还不来了 来了 你好 这边 又来人呢 你看看 我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您看一下这个 这个异象树 我给您讲一下 这个的就是一个每亩地补贴是120元 对 您觉得呢 好 你有什么想法 像你们来在发展这个产业 我是很支持的 我不会反对是不是 但是我不会走 哦 这边就是小年里和合影 合影 我们来的目的不是合影 我们来的目的是要让你们种辣椒 那种尴尬感 嘎嘎嘎嘎嘎一只乌鸦吹过去 然后北风吹哨吹过我们 就好寂寞好潦草 这个困难很大 我一下我觉得现在开始有点灰心了 很难 那这个怎么弄啊 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其他人来 这样吧 没人 我们干脆 我们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都是一家一户的去做工作 去说服 要不我们去走一走 书记您早说嘛 其实您早就知道了 书记 你和我们搞那样嘛 你还喊我们广播 好不得面子哦 真的 好嘛好嘛 走嘛 书记您还喊我们广播 那边一个都不晓得我们是哪个 好 好 好